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之前有网友给我留言说想要听我聊这个Dating Apps 然后我也给他回复了,我说安排 当然现在其实也是因为疫情嘛 其实可能最方便的方式就是通过Dating Apps去交友 那今天我主要就是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国内和国外近期比较火爆的一些Apps 以及我使用的一些感受吧 今天分享到的这些Dating Apps有的是需要翻墙的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啊 我们先聊这个国内的这些Dating Apps 我找了五个现在目前市场上比较代表性的App 分别是默默,探探,Saw,积木,还有公务商店 对,在这里 其实国内这五个App我大概几年前都有用过 但是为了做这期视频呢 我觉得其实还是应该再下载一下 再使用一下,再感受一下看看它的一些变化什么的 然后让我很吃惊的就是除了公务商店之外的其他四个的变化是非常之大的 那我们下面就来一一聊一下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默默 默默其实真的可以算是非常早的一个国内出现的一个交友软件 其实当默默刚出现的时候 大家脑海里第一印象就是用默默就是用来越不好的 我最早其实当时是在大学的时候用默默 当时的功能其实非常的简洁 然后它就是为了去交友 它的页面其实谈不上多少看吧 但是最起码它功能性还是有的 而且是相对比较容易操作的 然后我上个礼拜下载之后 我都惊了 就是现在默默完全已经 我个人感觉已经面目全非了 它增加那个直播的功能 然后还有一些小游戏在里边 我就大概摔了一下 然后感觉 整体感觉就觉得特别的low 不好意思啊默默 仅是一个个人的一个使用感觉啊 就是界面的设计啊 颜色特别特别low 是虽然还是沿用之前那个蓝 但是它增加了这些功能 还有那些小的icon在一起之后 我会感觉整个让我感觉要特别土 然后我就稍微看一下里边的那些人 反正我个人是不会使用默默的 因为除了我觉得界面非常丑之外 就是里面的人其实也有点土 所以在这里我不推荐使用默默 而且我现在已经买了蟹仔了 不好意思 那个论功能性来说的话 虽然我这么多年没用之后 在看这个东西啊 我会觉得它其实它是具备约炮和叫我两个功能的 第二个我们来聊探探 探探探其实它出现那会儿 大家都叫它是中国版的tinder 因为当时的时候tinder是需要翻墙才能使用的 所以探探的应运而生 其实我发现其实国人还挺善于干这件事情来赚钱的 比如说像google的替代品啊百度啊 然后whatsapp的替代品就是微信啊 甚至facebook替代品是人人啊这些 然后当时大学的时候探探也就有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大学刚出现的探探 但是我是大学开始用的探探 非常简洁的功能啊 就首先探探就是左右滑嘛 因为它跟tinder其实是一样的 它就是左滑就是我不喜欢你 右滑就是我喜欢你这种 然后你一目瞭然能看到这个人的一个照片 看到这个人的一个信息 然后决定你要不要去选择对他感兴趣 然后我也是也下载了探探嘛 然后它除了原有的这个基本的功能之外 就左右滑的这个功能之外 它也新加了直播功能 还有一个聊天室的功能 其实可能更趋向于一个社区社群的社交属性吧 在这里可以推荐大家去使用探探 如果你是属于喜欢去浏览一些其他人的生活状态啊 或者你喜欢去线上更多的进行社交沟通的话 你可以去用探探 因为它其实在保留了最基本的这个左右滑功能之外 它新加了这些所谓的一些线上的社交功能 探探在我眼里其实约跑功能大于交友功能 下面我们说积木啊 我应该是在大概五六年前用的积木吧 积木其实就能看到它比较新 因为首先它的这个左右滑的页面设计是有一定设计感的 它相对比于探探它加了一些功能 比如说你的一些个人的信息啊 或者你希望找的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它会更细化在这些内容上 然后从而其实是可以让你更加快速去找到跟你比较匹配的那个人的 而且积木其实当然几年前的时候 你是可以直接能看到是谁对你感兴趣 谁喜欢你的 但是现在这个只有满VIP才能看 积木其实它相对比于几年前也新增了一些功能 就类似一些上社交的功能 还有一些社群活动之类的 我之前其实用积木有约过人出来 但是人一般吧 我有出过一个系列的我的奇葩奇葩经历合集 其中有一集提到的一个是现在变成朋友的一个人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化妆男 这俩人都是我用积木约的 当然呢很明显就是这个效果是一般的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我这支视频啊 但是积木的社交属性我觉得还是可以肯定的 那它的功能上来说我觉得是交友是大于月炮的 下一个叫Saw Saw 你一看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灵魂 你第一个想到灵魂伴侣是吧 没错这个App其实它更多的也是在一个灵魂交流 它的Slogan叫什么呀 年轻人的社交元宇宙 你看首先人家就说年轻人就反正不太适合我 我也用了一下确实不太适合 它其实为什么说更适合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呢 首先这个软件啊 你不需要上传自己的照片 第二就是我不看脸 它不用看脸 它是不看脸的一个社交 它看什么呢 它有两个匹配 一个叫灵魂匹配 一个叫语言匹配 就是字面意思嘛 然后它其实更注重的是去寻找那个跟你有更多相似点 共同点有更多价值观相似点的那一个人 然后让你找到那个人去跟他进行沟通 更多的其实就是一个线上的沟通 更多的就是一个去找到茫茫大海之中 那个和你很相似的人的感觉 就有这种感觉啊给我 而且它其实玩法特别特别多 它有什么聊天史什么的 给我感觉是适合年轻人的 反正对于我而言 我其实不太适应和适合这种交友模式 但是我觉得感兴趣的人 还是可以去下载试一试吧 功能性来说 我觉得所有是交友属性大于月泡属性的 那最后一个Dating Apps呢 叫公路商店 我觉得是一个做的比较好的社交软件 首先为什么呢 第一啊 我觉得它的那个设计页面 非常的有设计感 非常的新颖 非常的让你觉得有意思 你首先你下载完这个App 你感官上来说 最起码我是喜欢的 我会觉得说 我想要继续用一用 想要继续探索一下这个App里 还有什么其他的新的玩法 什么新的功能 就是你用这个App 你觉得它是一款有态度的APP 它很细化你个人的一些兴趣爱好 然后我个人会觉得它比较适合一些喜欢艺术设计呀 然后一些电影文学呀 音乐呀 就是这一类东西的人 我觉得比较适合他们 它会有很多hashtag 就会细化到这些不同的艺术领域中 然后去给你做标签 你也不需要去上传你自己的照片 就你可以传你自己本人的照片 你也可以传一些你喜欢的照片 或者是奇奇怪怪的照片都可以 去寻找一个跟你有共鸣的 跟你有共同兴趣的一个人 是这么一款APP 而且你在上面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人 去分享他的一些日常生活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品质的App 功能上来说 我觉得是交友性质 大家约泡 那以上其实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了五款 目前我认为 国内还算是比较知名的一些datingApps 当然大家如果再使用其他的App 也可以下方跟我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那讲完了国内目前的一些datingApps之后 我们下面就要聊这个国外的一些 比较火的datingApps 我也是找了五款啊 市面上近期比较火爆的 它的分别是Tinder Hinge Bumbo HUD和OKQubit OK我们现在一一来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Tinder Tinder我觉得不用说了吧 我觉得知评度非常高的一款datingApp了 我最最最早知道它 其实通过美剧知道的 就是美剧里一说Tinder 就是hooking up 然后后来后来 现在再看美剧Tinder 不只是hooking up I can't可以有dating之类的了 这其实你能看到 其实Tinder它自己的功能 属性在这几年也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而且很开心的是 作为我 我作为一个老用户 这么多年了 Tinder没有在功能上有特别特别大的更新 比如说它多了一个 类似国内都加了一些直播功能 聊天室功能 社群 社交功能 这些 它没有 就非常让我喜欢 因为作为一个也不算年轻的人了 其实我喜欢这种简洁 我不喜欢那种添加了很多没有用的东西的功能的一个App 我会觉得很麻烦 当然肯定也因而异啊 就是我个人而言 我是不喜欢那些复杂的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其实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提到过 说我最早为什么碰Tinder啊 因为Tinder最早呢 也正如我说的就是它是需要翻墙的 如果它需要翻墙的话 其实一定程度上你用Dating Apps就会帮你筛掉一部分人嘛 当时那个年代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翻墙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需求说我要去翻墙 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它上面的人其实的品质会稍微的好一些 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啊 就是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我当时就首选就用Tinder 反正一直用到现在后来也不用翻墙了 但是我真的是用习惯了 所以到现在也是Tinder的忠实的用户吧 功能属性来说 其实Tinder还是约炮带交友的 然后第二个是Hinge Hinge其实在这两年是非常火的一个APP 这个APP界面非常的简洁舒适 就是特别的干净 但是这个APP其实啊 它不适合与你去约炮 Hinge其实是和你想找一个稳定认真关系才去用的一个APP 而且这个APP我觉得它会很细化你个人的一些信息 不光是从你自己的 你的外表啊 你的身材啊 你的宗教信仰啊 然后到你的这个恋爱观 就是它会很细化你的这些特征 而且你在上传照片的时候 你是可以自己给自己的照片进行一个评论的 其实这个很能凸显一个人 他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 或者他是不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吧 而且他还有一个要求是你必须从他一堆问题里选出三个 然后做一个回答 然后这些问题会有比如说哪一个他会问你 你做过的最冒险的事情是什么呀 或者你最近发现了一件什么什么事啊之类的 Hinge给我感觉是他更希望你去更多的彰显自己的魅力 我们就是通过文字去告诉大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我感觉这个爱不是很适合我 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在这方面动太多脑子 比如说我发一照片 然后还想想我评论一个什么东西能让别人觉得我有意思 这会让我觉得很麻烦 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式 当你去看其他人的基本信息的时候 其实这个功能还挺有意思的 当然Hinge啊 这里要说一下Hinge是需要翻墙的 OK我们刚刚说了Hinge 那说第三个国外的Dating Apps叫Bumbo 这期他真的挺火的 但是他有几个点是不同于其他Dating Apps的 首先就是Match之后女方是需要先打招呼的 而且你只有24小时的时间跟他打招呼 如果过24小时之后这个人就没了 就这样就挺有意思的吧 然后但是他宣扬的是说女人要占主动权 但我其实没感觉说 为什么他非要设计一个让女人先打招呼的这么一个功能 他限制了每一个人只能有25个Like 就是你只能Like25个人 但是我看了很久啊 一天是找不到25个人让你感兴趣的 我个人认为 我觉得这个App好在它有两个Mode 然后一个Mode就是Dating Mode 第二个是BFF Mode 就是你可以去交游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Mode你可以Switch 就这个功能我觉得还值得推荐一下 反正我觉得这个软件大家感兴趣 可以下载试用一下吧 个人感觉是约炮大意交游功能的 但是当然了就是你上面是可以看到这个人 为什么要用这个App 一个正常的Dating App 而且如果对方买了VIP的话 他可以编辑一些文字给你发一个好友请求 个人觉得这个HUD的功能性来说约炮大意交游 最后一个App叫OKCube 这个App除了最基本的那些功能之外就是你看到这个人 然后你是不是选择like它之外呢 它有一个神奇的功能是你可以自定义自己的location 自定义自己的一个位置 通常这个功能是需要在别的App上你要买VIP才能有的 但是这个你不用买VIP 你就直接可以定位在anywhere 然后你可以去看任何一个地方的人 但是我定位在国内那些城市看了一眼 这个App可能在国内不是很普及 所以如果你是在国内的话不太建议用这个App 因为使用的人不是很多 然后这个App其实是交友功能大于月炮功能的 以上就是国外的这五款Dating Apps 我的一些使用感受吧 今天呢一共讲了十款国内外的Dating Apps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选择一个是合于自己的吧 然后我个人其实还是喜欢用Tinder 然后对啊 OK那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 你们还想听什么其他的话题可以给我下方留言啊 今天就到这 那下期再见 Peace